大家好,我是陈尾桃 今天想說一下謝信這個角色 謝信身上一直都有個謎團 話說到故事的後段 謝信知道周子藥是殺恩尼、偷刀劍的真兇 但他一直都不說 在無名島上不說 回到中原不說 好了,你說怕周子藥殺人滅口 到張無忌去少林寺救他 他都不說 不要說說了整件事 至少都說一句 小心周子藥 但謝信沒有 為什麼呢? 謝信到底想做什麼呢? 要注意的是 謝信不只是張無忌的義父 他還拿著屠龍刀 研究裡面有什麼秘密 二十年都沒有成果 好了,現在他知道周子藥 拿到以天屠龍的秘密 並且武功大進 謝信會不會很想得到這門武功呢? 如果謝信告訴張無忌 張無忌一定和周子藥翻臉 可能會殺周子藥幫恩尼報仇 又可能殺不下手 但無論殺還是不殺 以張無忌的性格 都不會嚴刑逼供周子藥 叫他交秘給出來 謝信怎麼做呢? 他建議張無忌和周子藥結婚 不是定婚是立即拜堂 我認為這是謝信對周子藥的試探 如果已經得到刀劍的周子藥都肯動防 即是他真心喜歡張無忌 有些讀者會覺得奇怪 謝信知道周子藥是壞人啊 怎麼還叫兒子娶這樣的老婆? 但不要忘記 謝信已經見證過張徐山恩素素的幸福婚姻 和恩素素比心狠手辣 周子藥還差很遠呢? 那好吧,謝信怎麼才能得到秘笈呢? 要是用武力威逼,但要打得贏周子藥 是有風險的 而是用這件事威脅周子藥 你不給,我就說個真相給張無忌 如果周子藥已經嫁給張無忌 這個威脅的力度就更加大了 我們不可以考古,看看謝信有沒有這樣做 話說三個人回到中原 去到一間小客店 謝信就叫張無忌出去打探一下消息 然後他和周子藥發生衝突 周子藥點了他穴道 後來兩個人被丐幫抓了 為什麼謝信要洗開張無忌呢? 謝信知道真相,應該很防備周子藥 要時時刻刻和武功最強的張無忌一起 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唯一的可能性是 謝信想拿到秘笈 打也好威脅也好 都需要和周子藥獨處 謝信何時說真相呢? 是等到周子藥打敗張無忌 一直被人混來混去 缺乏消息來源的謝信 忽然知道周子藥和張無忌分了手 他手上拿著這張無明島真相的牌 已經沒用了 就在石壁畫畫揭發周子藥 當然也有可能是謝信那時大徹大悟 但在無明島去到少林寺之間 謝信真是很想要以天屠龍的秘密 始終都是研究了20年的執念 忽然見到有希望 難免會努力下的 你又怎看謝信這個角色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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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